南投新丰国小校内 种植了大约40棵的黑板树 但最近校方进行修剪 没有想到其中16棵树 却遭到斩首式的修剪 从原本大约10层楼高的树木 被大幅修剪 树生高低有落差 看起来就像七爷八爷 两排黑板树直挺挺地向上生长 但仔细比对 左边的树木经过修剪后 乍看之下就像七爷八爷一样 明显有落差 这很壮 南投市新丰国小内 种植约有40棵黑板树 平均高度约有10层楼高 不过最近校方进行修剪作业时 有的树木只有稍微修剪 有的则却被斩首式砍断 原来背后另有原因 生长的速度特别的快 连我们这个通道 这个连锁钻的部分都被它隆起 它成熟的时候它的种子 那个像毛毛虫一样会四处飘散 有些孩子体质可能容易过敏 黑板树的枝干脆弱不耐风雨 四处飘散的种子还可能影响学生学习或附近居民作息 经过评估后才会忍痛收减 在没有这么多经费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一来说那先进行做一些矮化 因为黑板树长久以来就是整个我们学校 还有附近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困扰 我们还是要循序建议去做这样的改善 为了安全校方判相关单位能补助经费 计划将黑板树全部移除 让一时掀起的七页八页话题划下句点 记者曾荣诚 南投报道